近两日在各留学群里风转一张照片 大概讲的就是一位即将去美国长青藤名校 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新生 因为一句不当言论 本来预计2022年秋季入学的资格当场被取消了 这到底是咋回事 是飞来横祸还是罪有应得呢 咱们赶快来看一看 根据这张图片的内容来看 做出撤销募举资格决定的 是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后继知性人士说 这名同学拿到了格大的offer很高兴 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 但又不想按常理出牌 发条正经的朋友圈来反而再一把 于是乎他就想到了一条不正经的推文 他说终于可以去美国买把枪轰死美国人了 没成想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在新生群里发表了涉恐言论后 正巧被学校的人看到 各大校方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 背脊发凉 觉得这个即将迈入校门的中国学生 简直太恐怖了 转头就将该生打入黑名单 直接寄给了他一封取消录取通知的信 这下可好 还没开启的美国梦 直接碎了一地 校方在信中说 撤销这名学生 2022年秋季被化工系录取为研究生的通知书 因为这名学生承认了他在微信上 针对最近纽约市发生的不幸 多次发出暴力威胁的言论 不符合各大的政策 及该校对学生的期望 不能被容忍 我们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撤销你的录取通知书 图片显示 该决定书是2022年4月14号 由各大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执行主任 David Real Gannon签署 与此同时 该生已经缴纳的4000美元 预交学费一并退回 目前这封被退学信 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量相当高 有网友评论说 这个学生很可能是一时口快 想玩个梗 朋友圈炫一下自己的各大offer而已 没想到营火烧身 也有比较严肃的网友说 美国大使馆应该记住这个人 永久禁止其获得美国签证 当然也有很多人表示不解 美国不是一向崇尚言论自由吗 怎么这位小哥说句话 直接就自断前程了呢 发出这样疑问的朋友 恐怕混淆了一个概念 那就是言论自由不等于语言暴力 所谓言论自由 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 表达意见和想法的政治权利 有时也被称为 意涵更广泛的表达自由 但这个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由 其中的部分限制 就是基于其传播影响力而言的 而另一部分限制 则是砍得死死的 那就是诸如煽动 对事实的虚假陈述 污碎 儿童色情 恐吓 他人言论等 都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其实上面这个小伙伴 并不是第一个 因为不当言论 丧失学籍的人 之前就有美国 爱荷华大学的留学生 一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持枪照片 并高调宣称 这学期很认真 如果学校还让我挂科 就让教授们体会一下子弹的滋味 结果 这名学生隔天就被学校开除 并遣返回国 既然这么多人已经吃了大嘴巴的亏 那工作生活 或者留学在美国的我们 到底哪些禁忌话题和错误做法 要谨记在心 永不触犯呢 首先 最大的禁忌 就是不要乱开种族言论的玩笑 比如无缘无故的指责少数族裔 称呼少数族裔 不要过分强调民族性 不要使用与种族或肤色有关的古语等等 其次就是不要说任何恐吓言论 不管是开玩笑还是真发泄 比如在美国 很多国际机场安检入口处就挂有 请勿开玩笑的牌势 第三 就是不要在社交网上发布泄费言论 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四通八达 无孔不入地融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 第四 就是不要有国籍歧视 年龄歧视 性别歧视 以及健康歧视 任何关于以上几点的话题 大家在说出口前 一定要在脑子里先转上几圈 不然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 很有可能就在不经意间伤害了别人 大家都知道 现在入境美国的时候 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 可以要求检查你的手机等电子设备 并可在没有任何搜查令的情况下 要求你提供近五年的社交媒体账号 并对过往的发帖等信息进行审查 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 他们具备搜查入境人员携带物品 包括各种电子设备的权利 大家不要抱有海关人员听不懂或看不懂中文 觉得自己就安全了的幻想 为了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海关警察会派通晓中文的华裔工作人员来检查你 因此对于经常往返中美的旅客 尤其是留学生来说 更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论 否则某次入关不幸被查 那可就要面临被遣返没学上的严重后果了 中国有很多四字成语 比如言多必失 因言获罪 都跟说错了话最终筑成大错有关 可见古人在这事上没少吃亏 所以今后大家一定要有前车之鉴 保证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